出国工作当然是一个 不同的人生体验 如果年轻的时候 我当然鼓励大家去试看看 第一个当然就是 英文的能力一定要够好 这个好就是脸皮要够厚 就是说当你有问题的时候 你要能够敢去表达自己的想法 不然他会觉得说 这个亚洲人为什么 都没有任何的想法 你是不是都没有准备 他会这样觉得 那觉得有点可惜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有一次我记得是在大卖场吧 在停车场上面 我也没做什么事情 然后对方就比了中指 当下有一点点惊讶 对但是后来 我觉得就马上就把他忘记吧 因为重要的是说 你要能够很快的 去把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放下来 然后再往前走 职业诊所帮你一生都精彩 从新鲜到退休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Pola 那讲到转职的话 我们就会关心到 其中有一小块是海外工作机会 那其实在104人领行的资料库当中 我们有上百万个工作机会 那如果以工作地点来看的话 大概有1%左右的工作地点 它是在海外 那求职者对于海外工作的向往程度如何呢 我们会常听到有些伙伴们会询问到 到底要不要去海外工作 到底海外工作的薪水比较高吗 回来还有没有位置呢 所以我们从104的人才资料库也去看 勾选想要到海外工作的求职会员的比例 大概占5%左右 那其中呢 他们新生向往最想去的地方 大概有两块 第一个的话大概是欧美地区 就是先进国家 当然也许长城远了一点 但是生活水平啊等等 先进国家是这群人相对比较向往的 那第二块的话是集中在东北亚 日韩的这一带 它相对距离近一些些 大概有5%左右的求职者 对于海外工作是很有兴趣的 那在工作机会的分布 大概1%左右是在海外地区 那今天的这一集啊 我们就特别设计了出国工作好吗 我们邀请到今天的来宾 她是彭欣怡 哈喽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彭拉好 我是欣怡 好 我们先介绍一下欣怡 她目前的这个职场的落点 是在教育界 清华大学教务处的招生策略中心 担任助理研究员 那她其实进到清大之前 其实也是在美国工作 在美国工作当然中间也穿插了 在台湾工作 基本上来讲 她在师大国文系毕业之后 当了两年的国中老师 然后想要去探索更丰富的 个人的职业发展 所以她那时候教了两年的书 就去美国念大学 美国念了Pudieu的硕士 然后转到密苏里的哥伦比亚念博士 然后再回到台湾工作 也是回到教育界 然后为了家庭 这是一个家的感觉 为了家的感觉 然后又回到了美国十年 那在美国的十年当中 她其实也在做各种不同 形式的线上工作机会 所以您现在在清大策略中心 有没有很多的毕业生或是校友 会回来再问说 老师出国工作好吗 以您自己有类似的工作经验来看的话 你会怎么回答这一题 我觉得出国工作当然是一个不同的人生体验 好吗 当然好啊 如果年轻的时候 我当然鼓励大家去试试看看 第一个当然就是语言的部分 英文的能力一定要够好 我这里所谓的好 不是说那种很会写作或是这种好 你这个好是脸皮要够厚 就是说当你有问题的时候 你要能够敢去表达自己的想法 在台湾的学习环境 都会让我们通常觉得说 我们的好可能是考试考得很好 托福考很高 或是什么分数很高 但是后来我自己在国外念研究所的经验 那以前我们念书的时候都会觉得说 我上课之前我要把那个chapter 那个章节读完 然后在上课的时候 要听老师讲课 结果发现我的同学不是这样子的 他可能课本翻都没看过 上课前翻个几页 你是说你在国外 对翻个几页 然后就跟老师开始聊 就讲他自己的想法等等这些 那是我自己观念上面有很大的改变 我们所谓的好不是只有考试好 应该能够去想办法沟通自己的想法 即使这个想法不是那么的 所谓教科书上面的正确 但是毕竟是你自己个人的想法 你当下的一些判断 其实在国外的老师们 他们是喜欢这样子的学生 是就是勇敢融入 不见得是说你要能够多会写 但是一些表达能够跟他们去互相讨论 融入当地的情境其实是重要的 重要的 不然他会觉得说 这个亚洲人为什么都没有任何的想法 你是不是都没有准备 他会这样觉得 那但是就我刚刚的经验来说 我已经读完了整个chapter 然后我已经准备要来讨论了 那觉得有点可惜 所以对欣怡来讲 只要有毕业生或校友 问出国工作好吗 在当下看如果是年轻的孩子们 当然好 不管你去哪里 就算你去一些比较没有开发的地方 对你来讲 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挑战跟经验 对不对 对 我觉得就是不要害怕啦 因为很多我们亚洲培养出来的孩子 我自己的观察 他就会觉得说 我一定要一个标准的答案 等到我ready的时候 我才会举手说话 但是那个时机就已经错过了 对 所以就是说 只要有一些想法 我后来训练自己的 就是马上就举手 当老师问有任何问题 或是有在开会或讨论的时候 我就会先举手 先把自己的想法讲出来 是是 那比如说年轻的 当然比较没有一些家庭的包袱嘛 对于他们来讲 机会成本相对比较低嘛 那如果是说三十岁以上 四十岁以上 在有毕业比较久的 或是你周围的朋友同事们 跟你问的时候 你一样是这个答案吗 对 我还是会鼓励大家出去看一看 因为一方面是 在一个新的环境里面 它能够激发很多的钱 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子啦 好 然后你就要能够去 把你身上所有的雷达都打开来 赶快去掌握到说 在当地的 不管是工作或是生活上面 对你自己来讲 是一个快速成长的过程 OK 所以什么样的产业职务 或是国家的选择 对心仪来讲 应该不是很重要 摆在前面的吗 对 我不会 我会觉得这些经验 你先把它累积起来 是 到最后一定都会是一个 很珍贵 你自己身上的这些资产 OK 那在你在美国工作的经验来看 就是什么样的个人特质 他是在海外工作 能够活得下来 而且活得开心的 比如说 他可能要克服一些 对家的想念 当然现在的工具是很方便啦 可是你知道 就是透过远居工具 还是比不上 人亲自回到台湾 就是这种思乡的情绪 他的控制力如何 还有就是 他对陌生环境啊 人的一些事变力 还有就是 他可能要常常移动 常常出差 他这个移动力如何 或者是他的开放性等等 你的感觉 你的观察 是什么样的人格特质 他相对在海外工作上面 是比较能够如鱼得水的 我觉得脸皮要够厚吧 就是说 应该是说 就是一个外国人 这些不管歧视啊 这些迟早都是会碰到的啦 当你碰到的时候 就忘记吧 因为还是会有一些 还不错的 这些外国人 还会愿意伸出援手 是 所以不用太拘拟 这些负面的情绪 对 我觉得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 就是关于一些思乡啊 或是跟家人的联系的部分 我觉得食物吧 因为有时候 食物最能够带起 人的一些回忆 吃完卤肉饭 更想家了 对 因为国外都比较不好吃 对 但是就是 你可以透过一些一些方法 让自己不用那么的去思念 因为也不是回不去啊 你刚刚提到那个歧视 它一定还是会发生嘛 欣怡在美国工作的这个经验 曾经发生过吗 有 当然一定有 对啊 那个情境是什么呢 我举个例子来说好了 就是在我线上教学的时候 大部分都是文字上面的呈现 因为美国服务员太大了 所以我们都是非同步的教学 当我看到那个最后的evaluation 就是教师评鉴的时候 分数不低 但是就会有两句话会说 老师这英文还可以再更好一点 对这是一个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有一次我记得是在大卖场吧 在停车场上面 我也没做什么事情 然后对方就比了中指 当下有一点点惊讶 对 但是后来我觉得就马上就把他忘记吧 因为刚好旁边就有一些白人过去 就告诉我说 那个都是不用理他的 所以我觉得那个特质 重要的是说 你要能够很快的去把一些 不愉快的事情放下来 然后再往前走 是 他教学评鉴上面写 英文可以再更好一点 这件事情对你的打击 是在于说否定你的专业能力 还是种族的关系 还是你自己觉得 自己的专业能力没有被肯定 还是怎么样 专业能力的部分 我相信是比较没什么问题啦 我觉得是在语言上面的呈现的部分 我们学的是书写的这种英文 那对于美国人来说 他们可能就是比较是 对对对 随性的 这部分我觉得我可能还比较没办法 像一般美国老师这样子去做到这个程度 可是这理所当然啦 对啊 对啊 所以后来我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 是是 所以这件事情跟种族歧视应该不是指这个 对不对 应该也会有一些些的那种感觉 但是不用太放在心上了 对因为本来英文就不是我们的母语啊 跟这些外国人打成一片的其中一个方式 可能是你要去多了解当地 他们最关心的是什么 我举例来说 比如说美国特别喜欢的是 Football就是足球 当他们有这种活动 别人邀请你的时候 你可以去尝试 然后去参加 然后去了解这个活动 为什么大家疯狂到这个程度 然后就有一些生活上面的话题 我们蛮多朋友是到研究所才过去的 所以他们的生活大致上就是在研究室啊 或是跟老师上课之间 但是还有一些生活上面的一些部分运动 然后或者说你的个人的兴趣 或者说跟这些家庭上面的一些互动 我觉得都是还蛮关键的 就是把你整个人要融入在这个环境里面 心意的理解就是 在国外工作通常会结束回来的原因 是因为要照顾台湾的家人吗 还是因为没办法解决掉思想的这个情绪 我觉得还蛮多 我身边朋友是因为家人的因素回来的 好像到了一个年纪之后 然后自己也想跟家人 有更多的连结的时候会回来 那您自己的例子呢 好我自己的例子我讲一下 就是我跟我先生那时候都是身体的一些状况啊 那因为我们两个都算是比较很认真工作的人 对对对会认真工作的人 像我就是肠子就不太好嘛 然后就是好几次进出医院 在当时的状况是觉得虽然说养小孩是要一个village 我们有一些朋友支援网路的部分 但是就是觉得好像如果真的是要安心 让自己可以更投入工作的话 似乎是应该要回到家乡来 然后也希望自己在国外的这些经验 可以让我们对自己热爱的这个土地上面会有一些贡献 所以会有这样的想法会回来 那那个身体状况不太好是因为独自在海外工作 生活的压力造成的吗 可能是年纪吧 其实我不觉得在美国生活有什么压力啦 因为可能也已经那么久的时间了 然后也跟当地的一些朋友们都有固定的连接 所以反而应该是说在医疗上面 我举个例子 我先生那时候他肚子痛了蛮久的 最后终于受不了就到急诊室去 急诊室就是通常一进出大概就是一两千美金左右嘛 那他进去之后呢 我这边等很奇怪 为什么都还没回来 然后到了两三点的时候打来说 他盲长眼就开到住院这样子 对 然后那时候我自己的想法是说 孩子还太小 我没办法立刻冲到医院去陪他 然后他只有自己一个人这样子 孤零零的在医院里面 后来我们两个讨论之后觉得说 好像这件事情 我们迟早会去面对的 我们虽然有一些保险 但是实际上就是对于这整个 我们心理上面的不安全感 我觉得那件事情必须要去解决的 所以我就跟先生讨论说 那我们就回到亚洲这边 离家人近一点 也让我们的孩子跟整个家庭这边 有更多的连接 那如果这么问啊 在美国工作两位都是吗 先生是全职上工程师吗 是 好然后您就是照顾家里 然后用线上的方式 您在上一集节目里面有提到 是上三堂课 那时候比如说多久上三堂课 一周是不是 还是一个月 它是一个certificate 就是它是一个证召的课程 比较忙碌的时候是两堂 一周有两堂课 这两堂课大概都是三学分 上完之后 它就时间上面 它是一个比较弹性的安排 就是一周要上六堂 六个小时的课 对不对 这样算是比较忙碌了 对因为要准备很多的教材 然后还有一些跟线上互动的部分 六个小时的课通常你要准备多久的备课时间 通常大概就是double时间 OK 所以我一周讲设六个小时 我基本上我就是要准备 十二个小时加六个小时的上课时间 对不对 所以一周大概就花了一半的时间 在准备这些事情 那在美国工作 你们两位觉得最大的痛苦是 来自于心理上的不安全感 还是说工作本质上面的 支押的升迁 奖金的给予 还是说同事主管之间的人际的互动 哪一块会是你们觉得最辛苦的呢 比如说职丫升迁 会不会种族歧视这件事情 是持续延续到职场上面的 还是说刚好你们在的那个地区跟公司的形态 是比较没有这种种族的议题的 我觉得种族议题还好 因为我那时候大概 这样子的part time job 大概是两年多左右 那我先生他就持续被提升的 过程 比较困难的 好像还好 所以你看 even你先生是被promote对不对 然后你们为了健康因素 心里头的安全感 还是决定要放弃 海外的工作回来 那那个心怡 我们现在想听故事啊 尤其是想多听听失败的故事 因为失败的故事跟成功的故事 大家会觉得失败比较真实 那在您所遇过的案例当中 不管是你觉得 现在回来看自己跟先生 或是家人朋友 或是你知道的校友的毕业生 他们在海外工作 觉得不愉快的经验是什么呢 可能是在沟通的部分吧 在工作上面 可能有些是在文化上面 思考模式的不同 所以就会在这个升迁上面 会有一点点困难 升迁上面 对我觉得可能会有一点 有些是这样子的状况 就是当那个缺在那里的时候 他们不是看年纪的 完全是靠实力的 然后你的时机 就是你的那些成果 你如果没有办法 尽力去争取 然后或是去展现的时候 这个就蛮吃亏 一方面亚洲人 真的会比较含蓄一点 不太习惯 就是把你自己过去的 这些努力啊 然后或是 有跟主管持续 那些沟通的过程 都让主管知道 所以这边就会是 在升迁上面 一个比较困难的地方 所以你真的有朋友 发生过这种事 他就太过爱爱内涵光 就在那边等 对 所以我觉得在国外工作 你真的不能太客气 所以他就很客气 在那边等 就没升到他 很认真的工作 很认真的工作 就等待 然后没有升到他 然后不开心 对 所以就会让他觉得 比较受挫吧 如果说是一个 比较成功的部分 当然就是要比较去 外显他的丰功伟业 把那个过程讲出来 对 然后讲的是一个 很生动活泼的故事 你付出了多少的努力 然后对这个公司 有多少的贡献 他们随时都会准备好 这个 类似像这种 One minute talk 就是一分钟 或两分钟的这个 随时让主管知道 你的丰功伟业的 这个经历 我觉得是个 从小的训练 他们从小训练 很有自信的去展现 你自己的所有的优势 所以我们失败跟成功的 爱丽是可以一起讲的 所以在这种展现自我的时候 当你很温良恭敬让 你要嘛 你真一辈子就是这样子 那你如果真的想升迁的话 这个态度是必须要被调整的 要更外显一点 更自我行销一点 对 这没错 这在国外我觉得是 千万不能客气 再来就是说 我觉得以我自己的例子来看 很好了啦 我有一阵子的确觉得 自己好像还蛮失败的 哪一段时间 对对对 就觉得 当我的朋友都开始 逐渐升等成功的时候 那时候在美国 对对 当全职妈妈的时候 对 后来我自己比较想开的原因是 因为我当时的目标 就不是在那里啊 所以后来我就会觉得说 我现在的成就是在这个地方 是在我自己很愿意守护的 这个这个梦想的这个地方 就是家庭里的CEO啦 对对对 那我后来也做了一些 还蛮有趣的事情 我那时候发现 我小女儿的头是歪的 我就觉得说 不行 我要发挥我这个研究的精神 去研究为什么 为什么是歪的 因为它睡 那脖子的这边肌肉比较短 好 所以它整个这边的睡扁了 然后这个整个耳朵跟脸颊 在那边往前倾 然后开始找各式各样的资料 然后找医生 那医生后来建议说 他可以戴一种头盔 很神奇的头盔 他就每天要戴20个小时 连睡觉都戴着 只有洗澡拿出来 然后经过了大概七个多月的时间之后 然后这个头拿出来的时候 震了 是非常的远的 我甚至把这个整个过程全部都记录下来 是是 有在网络上发表吗 是没有 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 好像还真的可以去做一些发表 是啊 对 他就整个的那个跟医生 还有职能治疗室 他们整个是有很完整的培训的过程 然后把他整个这个矫正过来 所以像你刚提到家庭的这件事情 如果有一些有家庭的职场工作者 他要去海外工作的时候 这个部分是不是要多加考虑 这可能会是造成成贩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对 就是说你的家庭ready了吗 我自己比较常看到的case 就是先生是全职工作 妈妈就是在家里帮忙雇孩子 可能在某种程度上 还是两个人必须要有一点协调 在可以的状况下 孩子大了之后 让妈妈也有机会 可以去做一些比较part time的事情 而且这个折衷是要真心的 心甘情愿的折衷 不然很多电影都会演说 那个女性为了先生 然后先退居幕后 但是在一段时间之后 其实女性还是会很想要重返职场 所以那个心情如果没有办法 真的能够调试好的话 其实再回归到家庭那段时间 其实也会有一些不安定的感觉 会有冲突 是是是 那最后啊 假设有年轻朋友 或者是不同年纪 也许还有家庭的 的这些伙伴们 问心里说 我想要去哪里工作 可是我担心回不来了 这个问题 你会怎么样回答他们呢 比如说 最近三五年 可能因为疫情的关系 大家会减少出国工作 像在疫情之前 我们的求知资料库里头勾选 想要去海外工作的比例 其实是比较高的 那因为疫情过后 再加上疫情正乱期间的 远端的工具的发展 使得线上的工作 或是Wall from Home的形式 变得比较多元普及 所以真的人出国工作的 变得比较少 其实他在台湾 就可以为海外的公司工作了 所以现在如果有校友啊 或者是朋友在跟心仪问说 我这时候想出去工作 回得来吗 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 来回答他呢 我觉得就是说 先自己设定一个目标 出国工作可能两年三年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充足的时间 让你可以有机会 去学习外国的一些好的文化 或者是工作的方式 你在过程之间的累积的东西 绝对是加分的 对 而且但是不要忘记说 你在这过程里面 你是要持续去累积一些实际 实际的战果 即使是一个 像我刚刚全职妈妈 我当时interview的时候 我拿出我小孩子的这个两个头型 说这个是我很努力完成的这个专案 不管是你有一个实际的这个 你的履历表上面所呈现的这些实际 然后再加上一些 跟不同文化国家 同人工作的这个经验 我觉得在全球化世界里面 的确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会是加分的 那我们刚刚那个问题啊 回不回得来 其实是在人为 就是看你在去海外工作的这段期间 到底带回了什么 那刚刚欣宜给了一个好的建议啊 不管是在海外工作 或是在海外生活 都要把你所在的这个场域 当成是累积你个人作品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地方 就像刚刚提到 她为她的女儿 矫正了这个脖子肌肉的这个议题 戴头盔戴了七个月 跟职能治疗师 共同合作的结果 在七个月之后 哇完美的一颗女儿的这个头 回复正常的太棒 而且她竟然把这个过程 当成是一个实验的场域 七个月结果当成是一个 很漂亮的战功 真的在你求职履历的时候 去秀出来这段经历 对不对 那今天非常谢谢欣怡跟我们分享 用她的故事来告诉大家 出国工作好吗 谢谢欣怡 谢谢 谢谢 拜拜 如果您喜欢今天的内容 请给我们五颗心 并且留下好评 假如有更多的问题 欢迎到质押诊所的网站来发问 特别想听什么主题 请点击节目资讯栏的连结 投稿给我们 也邀请您订阅追踪 掌握最新的内容 我们下次见咯